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乌克兰战争爆发两年后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Chuck Schumer访问乌克兰 因为美国的援助悬而未决 加拿大丰业银行合作将创建首家 由土著人拥有的投资经济公司 走向零排放的道路 今年夏天 小木屋度假村提供低压力的假期 请大家收看 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乌克兰战争爆发两年后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 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制裁 已在莫斯科乌克兰战争两周年之际 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 美国还将对近100个支持俄罗斯的实体 实施新的出口限制 并采取行动进一步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制裁将针对与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洛克兰奉尼 被监禁有关的个人 以及俄罗斯的金融部门 国防工业基地 采购网络和逃避制裁者 美国正在寻求让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和纳瓦尔尼之死负责 制裁出台之际 乌克兰正面临弹药短缺和延迟 从国会获得美国军事援助 拜登呼吁众议院通过一项两党 国家安全补充法案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物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查克什米尔访问乌克兰 因为美国的援助悬而未决 加拿大环球邮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查克什米尔将于周五前往乌克兰 试图向总统沃洛德米尔 泽伦斯基和其他官员保证 国会将提供另一轮美国援助 尽管向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提供6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在美国众议院停滞不前 加拿大枫叶银行合作将创建首家 由土著人拥有的投资经济公司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枫叶银行与三家土著发展公司 和一家原住民部落合作 共同创建加拿大首家 以土著人为主要股东的投资经济公司 Cedar Leaf Capital 该经济公司最初将由枫叶银行运营 旨在促进土著人参与资本市场 并创造商业机会 该公司将由 Squamish Nation的NCHI Development Limited Partnership English River First Nation的Desnet Financial LP和Chippewas of Rama First Nation 拥有大部分股权 走向零排放的道路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银行 加拿大枫叶银行 以73.2分的成绩 在零排放之路榜单上 排名第一 这个排名是由Sustainalytics进行的 评估了30家加拿大公司在气候相关披露和表现方面的情况 排名基于多个因素 包括减排目标 内部碳定价 治理和与气候相关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标准的一致性 其他在榜单上得分较高的公司包括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69.8分 BC公司69.5分和加拿大利托公司66.5分 加拿大枫叶银行 因在管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设定全面减排目标方面的领导地位而受到赞扬 该银行的内部碳定价系统和遵循TCFD标准的承诺也受到了赞赏 然而 该银行被敦促进一步将气候问题整合到其整体战略中 并解决与高排放客户相关的风险 这个排名突出了加拿大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向低碳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 然而 仍有改进的空间 特别是在设定内部碳定价 披露化石燃料投资管理和实施低碳创新等领域 这个排名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停估其表现并确定改进方向的基准 今年夏天小木屋度假村提供低压力的假期 加拿大环球邮报 小木屋度假村作为传统小屋租赁的替代选择 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度假村提供了小屋的乡村魅力和自然环境 同时又具备传统度假村的便利设施和客户服务 小木屋度假村通常规模较小 提供不到十个小木屋 为客人提供了无需维护的体验 他们在隐私和社区之间取得了平衡 小木屋之间的距离较远 以便提供独处的空间 但也有公共区域公社交 小木屋度假村还提供更大的预定灵活性 可以预定几个晚上 而不是最低一周 设计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点 许多小木屋度假村提供独特的建筑风格 让人有机会体验小屋或拖往生活 加拿大最近开设的一些小木屋度假村 包括马斯科卡的阿卡纳度假村 爱德华王子岛的63度京县度假村 纽芬兰的悬崖边度假村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沙赫度假村 和魁北克的帕诺拉小屋度假村 这些度假村为那些希望在自然环境中断开联系 并放松身心的人提供了豪华而放松的度假体验 多伦多足球俱乐部从诺丁汉森林队 重新获得了后卫里奥里亚 多伦多新报 多伦多C从诺丁汉森林队 重新签下了加拿大国家队后卫里奥里奥 里奥里奥于2022年1月加入了森林队 但由于球队的成功和最终晋级英超联赛 他的上场时间有限 他于2022年8月被租借回多伦多 然后又被租借到温哥华白帽队 里奥里奥以2026年合同回到多伦多 有2027年的选项 他在2019年至2021年 兼卫多伦多共出场83次 打进9球并助攻12次 前福特员工参与选定安大略省法官的委员会 加预计福特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将不足 多伦多星报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 福特被指控在两名前高级职员 被任命为选举该省法官的委员会后 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任命 法律专家对此任命表示担忧 其中一位专家表示 他们最近没有见过如此明目张胆的任命案例 此举是在安大略省司法部长道格 唐尼进行了重大改革之后进行的 专家称这些改革破坏了法官任命程序 安大略省的任命程序曾被视为黄金标准 与此同时 福特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 为该省的大学和学院提供12亿加元 9.05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这个金额低于学校所希望的 资金危机导致安大略省许多高等教育学校 面临预算削减和赤字的警告 最后执政的自由党声称 有十个加拿大家庭中有八个家庭 通过探税退款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他们 在联邦探税下支付的金额 这一说法经过事实核查是准确的 但不完整 根据国会预算官员的说法 麦肯、埃伯勒领先 海妖队以5比2击败加人队 将温哥华队的分差扩大到4分 加拿大环球邮报 西雅图海妖队在周四晚上的NHL比赛中 以5-2击败了温哥华加人队 贾里德、麦肯、Jerry McCann 以一个进球和三次助攻领先海妖 而乔丹、埃伯勒、Jordan Everly贡献了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文斯、邓恩、Vinston和贾斯汀、舒尔茨、Justin Schultz 也为西雅图队进球 JT、米勒和萨姆、拉福地为温哥华队进球 这场失利标志着加人队连续第四次失利 与波士顿棕雄队并列NHL领先80分 西雅图守门员菲利普、格鲁鲍鲍尔、菲勒布格鲍尔自去年12月受伤以来首次在主场首发 做出了19次铺救 一名91岁的老人在他的养老院外冻死 两年过去了 他的家人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加拿大CBC 一名患有痴呆的91岁妇女在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的养老院外冻死 维拉、威尔逊·维尔·威尔·威尔森在外面徘徊 穿过一扇没有警报的服务门 几个小时后被发现 蜷缩在灌木丛下 浑身是血 他的儿子布莱恩 威尔逊·布莱恩·威尔森正在寻求答案 他的母亲是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离开这栋大楼的 威尔一年前搬到了养老院 他的家人没有被告知他有流浪的风险 加拿大已经发生了许多导致死亡的类似事件 这凸显了为痴呆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选择的必要性 养老院 Seasons Retirement Communities拒绝就此事件发表评论 也拒绝就他们是否实施了老年病学和长期护理死亡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发表评论 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照顾有流浪风险的弱势群体的设施应该有听觉警报 并在居民失踪时立即查看视频监控 该报告还建议 随着居民痴呆的进展 设施定期重新评估居民的需求和护理环境 布莱恩 威尔逊 Brian Wilson 正在向Seasons Retirement Communities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410万家元 总的来说 该报告声称 安大略省家庭宣传的护理水平 与实际提供的护理水平之间存在差距 随着加拿大人口老龄化和痴呆患者人数的增加 这些类型的事件可能会增加 目前 加拿大有超过65万名痴呆患者 到2030年 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100万 其中 60%的人会经历某种程度的徘徊 西奈健康中心老年病学主任 萨米尔 辛哈·斯米尔·森浩博士呼吁为长期护理和养老院的弱势老年人 采取预防措施和强有力的协议 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伦敦袭击判决首次承认白人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存在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名男子 内撒尼尔 维尔特曼对一名穆斯林家庭发动致命袭击的案件 他因四项一级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 每项谋杀罪判处25年无假事 该案是首次承认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行为 凸显了恐怖主义不仅限于特定群体 维尔特曼以该家庭视穆斯林为目标 并在宣言和对警方的陈述中表达了白人民族主义信仰 法官得出结论 维尔特曼犯下了恐怖主义行为 右翼极端主义与任何其他宣扬仇恨和暴力的信仰体系 一样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潜力 专家指出 在有关极右翼个人的未来案件中 恐怖主义判决的重要性与意识形态动机的压倒性证据 以及其对未来案件的影响 判决还详细说明了如何考虑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动机 这是法律下恐怖主义的关键要素 该案是加拿大首次涉及白人民族主义达到恐怖主义门槛的案件 预计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预定您的假期吗 考虑到取消通胀的额外费用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野火、洪水和大流行等事件的影响 计划度假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度假计划过程中 了解取消政策和旅行者保险产品的陷阱 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许多航空公司和酒店会额外收费 以提供取消的灵活性 而保险有时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 然而保险费用正在上涨 2021年至2022年之间的旅行 取消保险报价翻了一番 仔细阅读保险政策的细则非常重要 以了解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排除条款 保险经纪人和旅行代理 可以帮助旅行者应对保险的复杂性 并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保障 在计划旅行时 重要的是要为意外事件做好准备 并考虑购买取消保险 以防止意外情况 在202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野火期间 旅行者面临由于政府旅行禁令 而取消和退款的问题 虽然一些短期租赁房东提供了退款 但其他人则没有 例如VRBL没有覆盖其房东的取消政策 导致旅行者因取消预定而损失了钱财 另一方面 Airbnb有一个特殊情况政策 允许客人在政府规定的旅行限制 紧急状态或自然灾害发生时取消 并获得全额退款 旅行者了解他们使用的预定平台的政策 并考虑购买取消保险作为额外的保护层 是非常重要的 旅行者还应及时了解政府发布的旅行警示和禁令 并在进行任何旅行安排之前 咨询他们的旅行代理或保险经纪人 我见过什么是美好的死亡 我希望安乐死的未来也能如此 加拿大环球邮报 诺亚 李奇勒回忆了他的岳母朱迪斯 麦克拉克兰的故事 他选择通过医疗援助死亡 为结束自己的生命 麦克拉克兰患有多发性骨髓瘤 已经近十年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在宽布骨折后被送往医院后 他决定加速自己的死亡并回到家中 在家人的支持下 麦克拉克兰在他心爱的家中 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被亲人们围绕着 他在88岁生日那天去世 就在他的孙女苏菲生下一个 叫朱德的男婴几个小时前 李奇勒将朱迪斯 麦克拉克兰的死亡 描述为一种好的死亡 事实核查 俄罗斯的假新闻 针对乌克兰的泽连斯基 德国之声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及其家人 成为反乌克兰虚假信息的目标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 关于他们奢华生活的虚假指控 其中一项指控声称 泽连斯基购买了价值 7500万美元的两艘游艇 另一项声称 他的妻子在纽约进行了一次 价值110万美元的购物狂欢 这两项指控都被证明是虚假的 证据显示在网上流传的文件是伪造的 而泽连斯基和他的妻子 在所谓的购物狂欢期间在加拿大 这种虚假信息宣传旨在破坏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 喀麦隆 比亚总统敦促年轻人停止移民 德国之声 在过去三个月中 喀麦隆有6000多名教师、医生和护士 因加拿大的就业机会而辞去了公共服务工作 该国一直是喀麦隆人 尤其是年轻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总统保罗、比亚、鲍比亚呼吁喀麦隆年轻人留在该国 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该国面临三场人道主义危机 超过50万难民和估计有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渣打银行宣布斥资10亿美元回购股份 并将股息提高 因2023年利润增长18% 加拿大环球邮报 渣打银行报告称 2023年税前利润增长18% 符合预期 该银行还宣布了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和股息增加 然而,该银行因持有中国银行渤海银行的股份 而承担了8.5亿美元的减值损失 该银行因不良贷款增加而受到冲击 渣打银行还对未来业绩提出了谨慎的新指导 预计2024年至2026年的收入将增长5%至7% 而2023年的增长率为10% 该银行计划到2026年将有形股本回报率 从10%提高到12%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消息 拜登总统宣布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 以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 这是为了回应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和纳瓦尔尼之死的行为负责 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过 无论如何 这一消息对国际关系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加拿大枫叶银行与土著人合作创建的投资经纪公司 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 旨在促进土著人参与资本市场并创造商业机会 这个项目对于加拿大的土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表明了加拿大在推动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社会方面取得的进展 然后 我们谈到了加拿大枫叶银行在零排放之路榜单上的排名第一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表明加拿大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向低碳经济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不过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改进的空间 特别是在内部碳定价 披露化石燃料投资管理和实施低碳创新等方面 这个排名为公司提供了一个评估其表现并确定改进方向的基准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小木屋度假村的新兴趋势 这些度假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度假村不同的选择 结合了小木屋的乡村魅力和自然环境 同时还提供了传统度假村的便利设施和客户服务 这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的选择 特别是那些希望在自然环境中放松身心的人 接着 我们谈到了多伦多足球俱乐部重新签下后卫李奥里亚的消息 这是一个重要的签约 对于多伦多足球俱乐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加强 李奥里亚在之前的合同结束后回到了多伦多 这对他和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养老院安全问题 恐怖主义行为和旅行保险 这些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并呼吁政府和相关方面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和合作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分析 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新闻 并激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